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背靠背实兵对抗演习 那么这个演习的双方 红防的指挥舰 是咱们国家最新装备部队的052C导弹驱逐舰正州舰 蓝防的指挥舰就是入役时间比较长 并且性能也不如正州舰的052型驱逐舰哈尔滨舰 但是我们看演习第一回合 红防先进的052C型导弹驱逐舰 竟然是被这老式战舰给击败了 让很多人大惊眼睛 那么老当益壮的哈尔滨舰 究竟是如何击败这风头正进的正州舰的呢 2014年12月2日 我国海军北海 东海 南海三大舰队18艘主力舰艇 分别从周商港 青岛港和战江港出发 穿越风浪区奔赴西太平洋预定海域展开演习 据了解 此次演习是我国海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背靠背对抗训练演习 所谓背靠背 就是双方不知道彼此的作战方案 完全通过自己对战场的掌控去击败对手 演习结果由后方导演部在汇集双方数据之后做出综合评判 演习中 红方由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十艘舰艇混边而成 并配处有舰带直升机 远程空炸机 以及警戒机共六架作战飞机 指挥舰则则是刚入役不久的052C型导弹驱逐舰正主舰 与红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南方由北海舰队的六艘服役时间相对较早的水面舰艇组成 南方的指挥舰052型驱逐舰哈尔滨舰担任 该舰早在1994年就已经入役 是一艘名副其实的老舰 从装备配备上看 南方明显处于劣势 然而南方在训练场上的表现却让人刮目相看 据了解 演习第一回合还没有结束 红方编队的指挥舰郑州舰就接到了导演部的命令 称他们已被南方指挥舰哈尔滨舰击中 按规则要求他们退出战斗 其实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应该说是给我们抛出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原本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却遭遇到出师不力 究竟052C是一款怎样的导弹驱逐舰呢 2015年2月9日 最新一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西安舰 入列命名授旗仪式在浙江舟山某军港举行 标志着该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系列 至此 我国海军六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已经全部加入现役 据报道 052C型导弹驱逐舰 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 由于该型舰安装了先进的相控枕雷达 采用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因此外界还给它取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中华神盾 据公开的数据显示 052C型导弹驱逐舰长155米 宽17米 满载排水量6000余东 与此同时 该型驱逐舰装备了多套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 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 该舰性能先进 技术还两套 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 潜艇 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探测和区域防空作战能力 然而 在此次背靠背军眼中 红方的指挥舰052C型导弹驱逐舰正周见 仅仅开始第一回合就出师不力 直接被蓝方哈尔滨舰击中 从而不得不退出战斗 而被哈尔滨舰击中的郑州线 正是我国建造的第四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于2013年12月26日正式入议 并且参加过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 那么说回到这一次军演当中 我们讲一个新锐战舰被一个老式战舰所击中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些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的吗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继续了解一下 据了解 2014年底举办的这场海军远洋实战化对抗演习 分为两个回合 每个回合都是连续48小时的昼夜对抗 在对抗中要求红蓝双方舰艇编队 从不同方向进入西太平洋预定海域 由于是背靠背影机 因此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 所以红蓝双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率先发现对方 同时不被敌方发现 有分析人士指出 海战的胜利在一些情况下是按秒来计算的 换句话说 只要几方战舰率先几秒钟发现敌人 率先几秒钟发射导弹 就能在作战中赢得先击 红蓝双方舰支在海上不断用雷达进行探测 都希望能够更早地发现对方 然而就在此时 郑州舰上的指挥员突然下令 关闭部分向控着雷达 采用静默的方式搜寻对手 在演习之后的采访中 郑州舰舰长表示 在海上舰在雷达等设备的电磁信号 会成为暴露自己位置的线索 郑州舰装备了向控着雷达 而蓝方的战线并没有装备 虽然雷达波的探测距离远 但是同样也存在着危险 所以才下达关闭部分向控着雷达的指令 然而事与愿违 第一回合还没有结束 红方就接到了导演部的命令 郑州舰被击中 需要退出战斗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人难以置信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倚弱胜强的案例 一方面也是由于052C确实低估了对手 而同时我们也发现 已经服役21年的052型导弹驱逐舰 仍旧是老当益壮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一下这款老式战舰 在此次背靠背的演习中 担任蓝方指挥舰的是112舰 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 该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 现代化多用途战斗舰艇 具有全面的水面打击 空中防御和反潜战斗能力 它也是我国建造的军舰中 第一艘装备有西方设计的武器系统 和传感器系统的军舰 同时该舰还被外界誉为中华第一舰 哈尔滨舰于1986年开始建造 1994年正式加入我国海军训练 成为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 近年来我国海军参与的多次国际性军演中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014年4月20日 参加海上合作2014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的中方军队 在青岛集合完毕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 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作为指挥舰 率领导弹护卫舰 烟台舰 综合补给舰 红泽湖舰 和平方舟医院船 以及舰载直升机 陆战队等中方兵力 与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等七个国家的七艘舰艇 举行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的演习 不仅如此 哈尔滨舰除了参加过 百余巷重大训练演习任务 还出访过美国 俄罗斯等11个国家 13个港口 首次实现了人民海军远航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突破 那我们说这一次 确实这款哈尔滨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且它的演习当中 有一项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抢眼 据说也是这次演习成败的关键 据报道 南方编队指挥舰 哈尔滨舰在奉命驶入指定演习区域之后 立即开始寻找战机 哈尔滨舰的指挥员 要求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处在高戒备状态 主要部门必须做好24小时 一级战斗准备 由于在装备性能上 红方战舰占据绝对的优势 南方官兵知道 要想取得胜利 他们必须利用好演习海区的特点 进行合理的兵力布局 才能躲过红方战舰的监控 刺激进行攻击 经过侦查 哈尔滨舰发现 演习海区是一个商船很多的海域 南方编队舰艇可以利用商船作为掩护 然后向正轴舰所在的海域靠近 据红方指挥员表示 当时他们在海面上发现了目标 但是发现目标与商船很近 因此舰员把哈尔滨舰判断为一条商船 认为哈尔滨舰从这个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哈尔滨舰恰恰是利用郑州舰的这种想法 趁郑州舰没有防卫的时候 向前靠了上去 在郑州舰开火之前 成功地发射了反舰导弹 击中了郑州舰 郑州舰指挥员表示 通过这次演习 更加证明了在未来战争中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这就要求官兵在面对这种情况时 要更加的冷静 有些时候实战经验 很可能将决定一场战争的输赢 052C型导弹驱逐舰 作为我国海军的新锐装备 从诞生以来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虽然在演习中不敌他的老前辈052型驱逐舰 但是作为一艘刚刚服役一年的新兵来说 052C型导弹驱逐舰 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通过这次实兵演练 也让052C型导弹驱逐舰 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这样在未来战争中 才可以取得优异的问题